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常见的这个道次命令 首先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道次命令已经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开发人员的话 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对于我们一些普通的这个使用者也退出来了 我记得在2000年刚上大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大家去图书馆的话 会看到很多什么呢 很多道次的书籍 很多啊 道次命令 对吧 MS道次 对不对 还有国内的还出的一个叫什么什么 中文的一个什么道次系统 对吧 一大堆 但现在已经基本上不需要你再去了解这些命令 当然了 但是大家注意 为了更顺畅的做我们的一些操作 一些常见的命令 大家还是了解一下 我这给大家列了六个非常常见的命令 了解一下 这样的话 它其实很多呢 也跟Linux里边也有些相同的地方 所以呢 了解了对大家以后还是有好处的 那么这里边有第一个 我要给你介绍就是什么呢 就是CD 那么我们呢通过这个通过CMD 进到我们这个控制台里边以后呢 第一呢 第一个命令叫CD CD后面跟着目录路径 用来进入一个什么 进入一个新的目录 听懂了没有 比如现在我要进入刚刚说的CD 进入什么 MyCode目录对吧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进入了MyCode的目录下面 如果我要进入什么 CD点点 后面跟个点点什么意思呢 进入父母录 指的是MyCode的父母录是谁啊 是不是D盘啊 看到了没有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上下键 指的是查找敲过的命令 比如我刚刚敲了这样几个 对吧 我还想进入MyCode里边 回撤 看到了没有 我还想CD点点 往下回撤 看到没有 上下键啊 用来查找敲过的命令 第二 查找什么呢 本目录下的文件列表 和子目录列表 比如说我在这儿 现在我的地盘 我写了DIR 大家可以看到 它把下面的所有的什么 子目录跟文件全部列出来了 有这个标识表示的是一个目录 对不对 一大堆 那么这是用来查找这个目录的 然后呢 CLS CLS指的是什么 清屏 把你苹果清一下 CLEARES 对吧 还有一个叫TAB键 用来自动补齐命令 有的时候有用 我看看 比如说CD MyCode 进入这个Code里边 比如我要JavaC Welcome 大家看 Welcome的时候呢 我大家看 我写了个Well 看到没有 它给你自动补齐了 虽然补的是错的 但是它有这样的功能 对吧 Java 比如说Welcome 大家看 它可以帮你自动的什么 补齐命令 或者是一些文件名 虽然不见得对 它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这些呢 跟Linux里边的 常用的功能是差不多的 当然名字不一样 比如这个DR 在Linux里边可能是LS 但是这东西很好学 命令还是比较简单的 希望大家呢 把这几个先记一下 那如果说你要了解它的详细参数的话 比如DIR 对吧 你可以什么呢 好 可以通过什么呢 干问号 查到它的一些什么呢 所谓的参数 明白了没有 它这些参数可以看到 其他呢 应该是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了 了解这样几个就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